老實講我從小是比較喜歡運動 就是在高中值以前 我還是學校的代表隊 那時候的訓練也不是說很珍貴 接近比賽的時候 我們再出來訓練 然後就去參加比賽 那當初我會選擇這條路的時候 是給自己一個機會 因為那時候也不知道要幹嘛 那就是剛好去考讀招 然後就是上了國立台灣田運動大學 之後我才真正的接觸 專業的訓練 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我坦白講我成績也不是很好 甚至我也可能跑出女孩子之類的 那我也經過一段比較 可能犧牲很多時間 包括可能人家出去玩 那我可能就是專注在訓練 我也自己努力的蠻多的 付出也蠻多的 那加上我背後的一些 就是不管老師或家裡的人 都一直支持我 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就是很感謝習老師 在這一路以來 就是一直陪伴著我 我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去發現我的一些切點 那可能以他專業的角度來觀察到 我在比賽過程當中 我可能還是可以 往長跑這一方面去發展 然後之後就是可能在大三之後 自己慢慢成績的一直往上走 而且走的幅度也蠻大的 然後進步的空間也蠻大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自己就是可能每次的比賽都去把握 當初也是會輸別人 那我會告訴自己就是說 雖然我輸了 那我會讓對手贏得很吃力 至少他也要有90% 95%的力量出來跟我比 到最後大家就是還有機會啦 因為不一定說 搞不好有一天 對手狀況不好的時候 真的就被我超越的時候 這個對我的信心會幫助更大這樣 你的一點一滴就是在你平常的自己的努力跟付出 你才會在比賽當中 你才會享受到你的一些甜蜜的一些回憶啦 那當然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難免都會碰到一些挫折 或者是你在訓練的不順的一些狀況都會有 起伏會比較大 那可能就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 你才會慢慢的去發覺說 自己比較弱的地方在哪邊 你才可以去修正 那你才有辦法去成為更優秀的前手這樣 在前面做一個人說 你會在那邊 我會不會陽光 你會不會讓他人說 你會不會他人說 他不會把你打擾 你對你 他不會讓他人說 你不會有意味